2020年7月15号,又是这个月给大家更新房地产实施动态的时候了 我是彪琴,秦尤宗,在美国加州旧金山硅谷地区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最关心的疫情期间房地产市场,现在市场,时跌,供求关系,各个西分地区的房地产走势 同时也会说一下宏观经济,今后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预测和展望 我会以Santa Clara县,硅谷的一个县为例,进而推展到整个的加州地区 所以看到硅谷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可以透视到整个美国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动态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点击订阅 您也会在每个月收到房地产实施动态的通知 并且我也会分享更多的知识,房地产交易的经验 同时也欢迎您扫二维码,加入房地产市场讨论群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2020年6月份市场的一个情况 6月份我们知道疫情还在发展当中 到了7月份,也就是到了今天 每天的疫情的数字已万计 但感觉大家好像有点麻木了 我本人来讲也是有点麻木了 以前出门都很谨慎,很小心 然后出来要全身消毒,用酒精都喷一遍 现在进进出出好像也比较放松了 而且看房的时间,频率,次数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所以疫情的发展好像并没有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很大的一个影响 大家逐渐的在适应当中 我们看一下6月份市场的一些关键的数字 Single Family就是独栋的别墅的中位价 在Santa Clara County中位价是138万 上升了0.6 基本上是持平的 这个月和上个月持平 当然我们所看到的数字可能会 delay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5月份进入合同的可能是6月份成交 所以稍微有一些推后的一些情况出现 在房地产市场也是很正常的 平均房价168万9 上升了1.3% 基本上都是小幅的波动 并没有大幅的上或者下 销售的数字和列价的数字 这两个比值基本上是持平的 就是列多少钱,卖多少钱 我们再看一下公寓 还有Townhouse 在中位房价的上面80万 只比上一个月小幅下降了1.1 平均房价基本上是持平 卖价和列价的比值比以前上升了0.9% 所以在Santa Clara County这样看来 6月份销售的这些数据来看 房价基本上是被冻住了 没有大幅的上也没有大幅的下 只是小幅的一个波动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线呢 也是一个平均的一个情况 当然里面有高有低 我们下面会具体再把它细化 看看每一个小地区是怎么样的 中半岛地区的Santa Clara 线 这个线和Santa Clara 线不太一样 它中位价Single Family上升的会多一些 6.4% 平均价下跌了5% 平均价跟中位价 这可能看到的是房价的交易额在什么地方 中位价上升了6.4% 达到了172万7% 中位价就说整体的房价是在往上走的 或者呢高价位的房子卖的相对比较多一些 那平均房价呢是所有的房价除上销售的个数 这样是有所下降 这两个数字说的是个别的高房价的房子逐渐在出现 但是呢整体的平均数字呢是有往下走的一个趋势 下降了5% 所以说的是小部分人越买房越贵 大部分人越买房越便宜 销售价和列价基本上是持平的 就是开多少钱 卖多少钱 我们看一下condo condo中位价上升了6.9% 和single family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平均房价呢是有所上升了3.2% 说明低价位的房子现在更加抢手一些 售价和列价比值基本上也是持平的 所以这个是6月份的房子的销售情况 总结一下房价基本没有什么大变 开价和卖价基本也是持平的 当然这个是5月份进入合同交接的一个数字 那我们看一下7月份也就是最新的数据 这个数据是7月10号我们把它提炼出来的 先看一下供给层面 供给呢就等于上一个月的在市场上的房子 加上新进入市场上的房子 减去从市场上退出的取消的或者成交的房子 现在的市场可以用望穿秋水这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大家都在等着房子出现 盼着房子出现 但是房子就是不出现 所以现在的房子的inventory十分的低 我们看旧金山湾区的地区的话 今年5846套比去年的82024套已经下降了将近2000多套 你下降的降幅是很多的 那加州其他地区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其他的地区包括中古地区 那也是有一个大幅的下降 将近有30%多的到40%多的一个下降 所以我们看一下active的listing 就是新上市的这个listing是有所增加 是比去年年底的时候增加 但是季节性的话 从春天应该是越来越多到夏天就很多的listing上市 但是今年有疫情的影响 虽然春天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今年比去年基本上已经少了三分之一 所以今年的在市场上销售的房子会非常的少了 而且现在还处在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 推其原因呢 大家也都可以理解 因为如果你自己住的房子不是特别的情况 你可能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让人来看房 万一这个人感染了病毒带到家里面 而且呢也很麻烦 每一个人进到房子里都要清理一次 而且感觉每天也不太放心 所以很多人选择说 我现在不卖房 我等一等吧 反正也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 我就等一等 另外呢 就是seller觉得现在并不是一个卖房子的好时候 觉得卖也卖不出那么高的价格来 但其实现在是卖房子挺好的一个时候 因为主要是供给层面 因为太少了 没有房子可卖 大家都在等着房子 demand还是比较充足 所以如果要卖房子的话 现在确实是不错的一个时机 这张图可以直观的看一下 从15年一直到今年5月份 房地产市场inventory的一个变化 下降了34% 再从15年一直到2020年 也就是5年的时间里面 现在的整个的库存量 实际上是最低的 而且新房子上市比率也是最低的 那下面看一下 新房子和inventory每个月发生的变化 去年的8月份跟现在差不多持平 因为去年8月份已经是冬季了 冬季秋季是inventory很低的时候 但今年夏季跟去年晚秋的时候是一样的 可见现在的市场是有一些含义 我说含义啊 就是这个supply的层面 库存的层面 房子销售pending的数量 虽然比前两个月增加 但是呢 比起去年来讲 还是没有达到去年的一个水平 所以现在有所恢复 但是没有完全恢复 上个月我们也说了 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三个月的时间 销售交易被冻结了 所以一旦开放 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大量的房子都进入pending的状态 跳升了67.2% 这个图也可以看到 pending的房子的数量 有一个V型的反转 过期的listing 现在数量有所增加 你说现在大家都在抢房子的阶段 inventory又那么少 为什么还会有过期的listing 过期的listing就是卖不掉的listing 因为现在的市场是冷弱不均 有的地方抢的厉害 有的地方无人问津 所以呢 在过期的listing这块 也是在不断的增加当中 但是比去年的时候 还是低了很多的数量 所以在房地产销售上 是有一个大幅的下滑 甚至有的地区已经下滑到了51.1% 像旧金山湾区51.1% 在中古地区就是加州的中部地区 很多县也下滑了51.1% 就是没有房子成交 因为我们可以说一下戏份的地区 看看房地产市场挺有意思的一个情况 加州房地产经济人协会的一个调查 现在是不是好时候买房子 现在是不是好时候卖房子 我们看一下统计数据 有32%的买家觉得现在是好时候买房子 32%的人会入场买房子 但是呢 只有40%的seller卖房子的人 觉得现在是个市场 好的市场去卖房子 所以中间呢 会有很大的一个脱节 就是在买的人呢 还在寻找房子 好下面总结一下供给层面 供给层面 现在的市场无房可卖 主要是因为疫情影响到了人口的流动性 就是人口不进不出 或者尽量减少进出 大家因为疫情的风险 减少了搬家的这种活动 所以房子呢 不想现在换 也不想现在卖 怕有危险 就造成了现在房子 库存在市场上的房子的数量 非常的少 好下面我们说一下需求层面 demand这边 demand是有所增加 这个图是看房的一个数字的增加 但看房数字的增加 并不能直接说明 demand的有所增加 2019年我们看到 房地产经纪人带人看房 就是50% 但是今年已经跳升到了120% 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就是以前很多买房子的人 都可以去看open house 但现在已经没有open house了 有的话也是网上 拿一个手机摄像机去拍一拍 但你不能体会到 真的真实的房子的情况 我有另外一个视频 就说的是 云看房看不到的 几个大的重点的问题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那期视频 所以实地看房是不可替代的 但又不能很多人 一起去房子里面看 那就一定要房地产经纪人 带着每一个buy去看 所以现在去售房子的数量 会比以前跳升了将近70% 另外买房子之前 要做贷款预审证明 银行那边会有一个统计数据 我们看一下 现在7月10号 贷款预审证明的开具的数量 比4月10号的负的40% 现在跳升到了快了正的40% 所以有一个大幅的上涨 还是有源源不断的 想买房子的人进入这个市场 那为什么会有大量的买家 会进入到这个市场呢 很大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呢 就是现在的利率 已经是超低超低的了 30年购房贷款利率 已经是50年的一个新低 所以购房的成本大大的降低 在贷款利率降低的时候 其实对于买贵房子的人 更是有很大的优惠 比如说你买一个250万的房子 付50万的首付 贷200万的贷款 这个贷款额很大 那利率的变化 长期来讲 可以伸展到30年 15年 20年 可以算一下这笔钱 相当的大的一个数字 所以现在利率的下降 对于房地产市场购房 是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利率的下降 可以增强可负担能力 在旧金山湾区 犹豫利率的下降 让可负担能力增加了12% 以前要花每个月3800块钱 现在只要每个月 花3300块钱就好了 所以Mortgage Payments 逐渐的在不断的降低 相当于房价 在不断的大幅的往下拉 所以很多的买房子的人 都选择在这个时候进场 总结一下需求层面的变化 需求层面 上一次我说了 有25%的巴尔进入市场 从官网的状态 转到了购买的状态 但这个月我们看到 更多的巴尔进场 差不多有10%的巴尔进入市场 进行购买 主要的原因是 低利息的刺激 和经济的恢复 股市的恢复 给了很多购房者 足够多的信心 那我们看一下 整个销售的数字 就是房子成交 在旧金山湾区 大幅下降了51% 南加州下降了45% 加州中部地区下降了51% 其他的康地下降了36% 在成交数量下降的数字当中 包含了首次购房交易的数量 在七个星期之内也有所下降了 这个主要的原因 有很大的一个 就是贷款银行那边收紧了贷款的政策 据我所知 有一些银行提高了首付的比例 提高了reserve的比例 所以这样让很多 可以将将买到房子的buyer 尤其是first time home buyer 不能够再买房子了 那银行那边呢 也在逐渐调整他们的政策 有可能也会在不久的将来 看到银行政策的一个变化 下面我们看一下价格 市涨市跌 以Santa Clara县为例 列价的平均房价 我说列价就是上市的房价 6月份是184万多 7月份是176万6 7月份列价比6月份降了77000多 所以现在卖房子不太去列高价 基本现在列的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 或者呢小幅的偏低 一个钓鱼价 希望大家往上逼得一下 整个列价下降了4.23% 中卫房价从6月份的将近140万 下降到了7月份的135万 下降了将近4万块钱 下降了2.8% 刚刚说的是开价 开价是一回事 成交价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看成交价的平均房价 从6月份的168万 跳升到了7月份的186万 足足上涨了18万 增幅11% 中卫房价从137万 一直跳升到7月份的138万 500块钱基本上没有变化 从这两个数字的解读上来看 就是在Santa Clara南湾地区啊 房价的上限跟下限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在这个中间 中间的这个Average的价格 就是大部分人所能购买的这个房价呢 是向上推升了将近11% 所以呢 房价是涨了 这是在南湾的Santa Clara地区 但你说现在还是有好多房子卖不出去 在市场上又降价 很多朋友就跟我说 我又看你房子降价了 确实有一些地区房子是降价 那降价的那个部分 就要被抢房子的热的那些地区的房价给补回来 所以呢 我们再看一下某具体的Cupertino地区 当时我去调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都不敢相信 我是反反复复搞了三次去验证 平均房价从6月份的200万出头 一直到了7月份的230万 上涨了将近25万 涨幅是12% 那中卫房价 从6月份的205万一直跳升到了7月份的255万 跳升了50多万 跳升了百分之将近25% Cupertino地区呢 是好学区 地理位置离着苹果公司非常近 所以像这些地区更加在这个时候吸引很多的华尔去净价 去买这边的房子 因为买房地产location还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像现在这种时局不太确定 大家也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过去 也不知道今后的房价是涨是跌 所以为了安全买个好学区 买个好位置 买个好地点 那这些房价还是比较保值的 所以就造成了重点的地区 热点的地区 房价持续的推升 但另外如果你看平均房价没有那么高 但其他的房价低的地方会把这个高房价的地方拉成平均的一个线的房价 我们下面看一下硅谷地区的几个地区的抽样来给大家看一下 在硅谷湾区来讲的话 大部分地区好地区 像Palato地区 Montemail地区 Sandyville地区 Crutino地区 这些是交通房 交通很方便 房价还是在持续的上涨当中 而且一个房子出来抢的都很厉害 这些地区呢 有房子出来还是卖的非常快 而且房价在不断的推升当中 其他的地区像Fremont地区 东关的地区 Pleasanton地区 好的房子 没有问题的房子 列价合适的房子 也是走得非常的快 旧金山地区的话 看哪些地方 在高端的地区 Soma地区 这些房子的租金在降 房价也在降 所以有的投资人 在三年前买的这边的房子 现在是卖不到他们当时的买价 在旧金山靠Sunside这边的地区 靠西一点的地区 这边还是比较强 所以在每一个地区 看一下每一个地区的具体的价位的空间 现在中价位和中低价位的房子销售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Sauce地区的Mupitas 还有南Sauce东Sauce加上更南的一些的地区 这些地区的房子销售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 好我们在每一个地区抽了几个不同的交易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Cupertino 这个房子开价2.6 收了两个offer 小幅高于Listing Price 这个房子在Cupertino开价2个Million 收了三个offer 也是小幅高于Listing Price 这个房子2.8 收了三个offer 最后的价格在2.91附近 Sandyville 94087 也算是好学区的地方 2.188 收了15个offer 远远高于Listing Price 所以现在整个的地理区域的一个净价的程度 跟上一个月也是有所不同 上一个月在Cupertino竞价是相当的激烈 但这一个月在Sandyville 94087变得激烈了 YSSLC Limbroke学区 这个收了17个offer 不到2个Million的开价 最后的成交在2.3左右 推升了30多万 Polato地区 现在的offer没有特别的多 开3.1个Million的房子 收了三个offer 最后的价格也就跟列价差不了太多 另一个房子也是收了三个offer 最后的价格跟列价也差不了太多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地区的一个价格的分布和走势呢 正逐步的在移动当中 Plycenton也就是三股地区 收了三个offer 高于Listing Price 但不是高的很多 另一个房子在Plycenton同样的情况 两个offer 小幅高于Listing Price Fremont地区 这个是我们销售的房屋之一 这个房子我们明显的是列了一个低价 但是成交价格在85万左右 收了三个offer 这是在Fremont Ardenwood的地区 那North South State这个房子也是我们出售的 最后的价格没有到Listing Price 因为这个地区的demand稍微小一些 那开价的策略相对比较高 这个房子也是我们团队出售的房屋 在Mellow Park 本来Mellow Park应该是很热点的地区 但是就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影响 尤其是Facebook可以Work From Home 所以在附近的一些房地产都会受到了影响 这个最后的Close是接近Listing Price 我们看一下宏观经济层面 宏观经济层面疫情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 现在每一天在全美国来讲都是以万计 这个以前在这个新闻里面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现在大家可能也并不关心也不看了 股市现在还是不断的在推升当中 但是股市并不能代表经济 现在股市跟经济已经有所脱节了 政府的货币政策还有财政政策 在不断的去刺激经济 比如说利息降了0.25% 而且利率还会持续维持地位 也推出了无上限的QE政策 这个政策也确实是前所未闻的 而且前所未有的 还有直接去把钱去借给银行 借给公司购买公司的债券 放宽对Wolfs Fargo银行的限制 总之零零总统的政策 都是希望刺激经济恢复经济 贷款利率持续走低 而且维持地位 但是第一个季度的经济数据 比大家所预想的还要差 现在经济的打击 还有经济的衰退 已经和2009年1月份持平 零售数据在4月份 有14.7%的下降之后 现在有一个17.7%的一个大幅拉回 报复性的消费 可能大家这个消费 已经被压抑很久了 所以只要一开放 这个很多零售产业 都会有一个大幅的一个反弹 失业率也是会影响到 房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现在的失业率 已经比1940年代以后 任何一个时间都高 已经接近了15% 当时在大萧条1939年的时候达到了25% 现在在疫情后 有将近2000万人失业之后呢 5月份6月份 每个月都有200万400万的反弹 但现在还有1500万人处在失业的状态当中 从失业率的数据来看 失业率每一个月的申报正在逐渐的减小 当然每一个月虽然减小 但是累积的数字却是一个很庞大 好消息是越来越少 得人去申请失业金 消费者信心指数也有所小幅反弹 下面我们看一下未来的一些指数 美国银行 JP Morgan 大通银行 摩根斯坦利 富国银行 都对今后GDP的发展有一个预测 在第二个季度 大家都预测经济衰退比较严重 从30%一直到41%的衰退 到了第三个季度 乐观的一个预测是成长29% 就是高盛预测的 那悲观一点的 美国银行是预测衰退1% 所以大部分金融机构的预测都是 在2020年第三季度 经济成长在20%左右 2020年第四个季度呢 经济成长可能会逐渐放缓一些 因为第三个季度是报复性的一个恢复 整体2020年的GDP的成长是衰退5%到10%之间 房地产交易量的一个预测 在5月份大幅下降之后 6月份会有一个拉升 进而在9月一直到年底的时候 会有一个小幅的拉升 但不会变化太多 主要现在的房子的inventory实在是太少 整体房价上还是比较松动 没有很坚实的一个成长 但是房价在大部分地区 还是一个成长的一个态势 下面是我们团队的BQ 未来房地产的指数 自住房购买指数70 出售适合指数90 升值指数40 投资奉献指数60 总结一下今天所说的 宏观经济层面 经济有所恢复 但是还需要时间 疫情还在加重当中 还有可能第二波的卷土重来 销售数量上还是很低 会有所恢复 但是不会大幅增长 从供给层面 现在无房可卖 大部分seller都不愿意拿出房子来卖 一个是因为危险 第二个因为流动性太差 大家不活动 不搬家 所以造成了现在房地产市场 房子的一个冻结 从需求层面 买房层面 大幅增加的贷款预审信 预示着买房的人会越来越多 上一期我说有25%的买房的人 启动起来 就是存量当中 增量没有大幅的增加 但这个月有另外10%的买房的人 从存量当中开始进入房地产市场 所以在存量当中有35%的 把人进入了市场当中 从房屋价格层面来看 大部分地区房价都在小幅的一个恢复 那好地区 重点地区 恢复的会更快一些 那另外的一些冷门的地区 房价不但没有恢复 还有所下降 个别房子也在降价的出售 如果您是买自住房 现在是购买好事的原因 是因为利率比较低 那购房的成本 还有持有的成本就会很低 如果是卖房子 现在库存量很低 没有房子在市场上竞争 所以现在也是一个卖房的好时候 至于投资来讲 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 所以投资的风险有点偏大 如果不是资产配置 或者资产的重组 单纯的购房投资的话 也可以去进一步的观望一下 从现在来看 展望今年2020年 房价还是在持续的恢复当中 如果没有特别的黑天鹅起飞 房价也会随着股市和经济的成长 而进一步的成长 7月份的房地产硅谷市场 就给您总结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 每个月的房地产动态的更新 还有我分享的房地产知识和经验 大家的订阅 点赞 传播 是对我不断分享的 最大的动力和支持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个月再见